公正党中央委员会完整名单昨天正式出炉 其中落选的拉菲茨受委担任副主席 对此熟理主席纳杜斯利·阿兹敏阿里今天公开批评 认为名单偏离了公平及公正原则 而且有受委领袖涉及不透明选举 更是蓝眼分裂的根源 因此要求党主席纳杜斯利·安华重新检讨委任人选 公正党熟理主席阿兹敏今天发文告 批评昨天公布的中委会名单 无法彰显蓝眼公平公正的核心价值 因为当中有人直接涉及不透明选举活动 更促成蓝眼内部分裂 他还直接点名 尤塞夫丁纳苏迪安再次出任的总秘书职位非常重要 需要熟悉管理和行政的专业人士出任 同时遵从党的共识 不可以偏私 其他理事也应该根据表现委任 不可以靠贿赂来换取党中央支持 阿兹敏指出 他早在几个星期前就告诉党主席安华自己的看法 今天再次促请安华严正看待 并重新检讨名单 确保蓝眼未来能更加坚固和包容 不过今天在森美兰颅骨出席活动的安华 劝请阿兹敏党内商讨 透过正确的管道反映意见 不是透过媒体直接向中央喊话 安华更解释 他知道阿兹敏对某些受伪的中委有意见 但是他希望广纳人才和不同派系的领袖 借此代表不同的族群和宗教 毕竟这才是蓝眼强大的核心力量 另外 顾问理事会主席拿杜斯里旺阿兹沙 也捍卫安华的名单 强调党主席有权利 委任自己认为合适的人员 出任中委各个职位 他表明 拉斐兹在早前的党选中 获得62700张选票 只是比重选的阿兹敏少了不到5000票 证明拉斐兹在党内有一定的支持率 因此出任副主席 和情和理